好,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呢 有三個字 關鍵字 好不好,講完這三個關鍵字呢 大家就知道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什麼遊戲了 金城武 其實最近羅海有入手了滿多片新的遊戲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遊戲 在這一陣子會一起來分享給大家 甚至呢,嗯,快要跨年的 也快要過農曆新年的 所以呢,會有滿多的影片 努力做,努力拍,努力分享 大家如果喜歡羅海的頻道呢 可以訂閱一下,並且開啟小鈴鐺 之後呢,所有影片的內容呢 也應該就會通知您啦 說到鬼武者,其實他應該是之前出在 PS2上面的一個超級強作啦 他的主角呢,就是用金城武來代表嘛 所以呢,當時應該吸引了不少粉絲 來玩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呢,應該也算是當時非常叫紅 又叫做的遊戲 今天呢,其實準備要玩這片遊戲的時候 羅海有跟傑夫大大稍會聊了一下 我們就在回想說,PS2的時代 我們到底在玩些什麼東西 嗯...現在想一想 好像當初是在玩天堂這些 online遊戲 當初那個時代啊,其實羅卡就跟PS2 幾乎完全的隔絕狀態啦 那也非常開心,現在這些經典的遊戲呢 居然透過移植 而且還把它強化了之後呢 送到了Switch的平台上面來 我們今天呢,就來分享一下這一片 Switch的鬼舞者吧 首先呢,封面上可以看到 它就有寫著鬼舞者三個字 上面有寫到它是Switch的遊戲 另外背面的部分呢,它有一些遊戲畫面 它是把4比3的畫面變成16比9的高清晰高解像度 就是高畫質的遊戲畫面啦 算是有把畫面重新重置過了一次 它的遊戲人數呢,在三個模式之下 都是只有一個人可以玩到 另外它有支援Pro的手把 那它上面是有寫到有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對應 這個東西呢,不太清楚 經過手機的翻譯呢 它是寫上 有支援雲端的存檔 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裡面的部分呢,哇 還算豐富,好不好 起碼有一張這個看起來是說明書的東西 我們先把它拿起來看一下 有一張應該是回函卡啦 這個應該是回函卡的部分 再來有一張,它上面真的寫著說明書 有說明書的這個紙本 算算蠻難得的 裡面呢,有教我們一些基本的操作功能 包括下面這裡會寫到 怎麼樣出現一擊必殺的技能 這個不錯,非常的棒 如果剛開始玩了,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說明書啦 這樣子呢,會更快上手 接下來呢,遊戲的卡夾在下面這裡 現在真的是非常期待鬼屋者這款遊戲啦 我們現在呢,就馬上進去遊戲的世界裡面 來玩一下鬼屋者吧 金車五,GOGO 好,現在我們直接進到鬼屋者的遊戲裡面喔 哇,這個畫面其實應該也是被強化了一下啦 那這個畫面看起來就非常棒 而且有16比9 再加上呢,有中文化 非常非常的棒 呃,之前PS2的版本,因為羅卡是沒有玩過 所以不知道PS2的版本呢,是有沒有中文化的 如果有知道的玩家呢,也歡迎幫羅卡補充一下 剛開始進來,其實有一段非常長的劇情動畫啦 羅卡呢,是把他給跳過了 進到裡面來,可以看到一些 呃,他可以拿到一些道具的東西 其中呢,其實有一些是會有做簡單的教學 所以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剛進來,其實羅卡就被他那個 快速的那種斬殺的動作場面呢 算是有點驚艷到 因為這個整個動作都是非常的快速 像我們的那個鬼屋者啊 我們的佐馬界 在砍敵人的時候呢,那種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流暢喔 所以呢,整個玩起來他的節奏感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們走路的速度呢 跟...他有跑步的速度嗎 應該就是一般有點像走路加跑步的感覺 其實整個動作下來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流暢 跟早期在玩那種惡靈古堡喔 他的...感覺 動作會稍微鈍一點 有一點...差別 差異性 當然這也是因為 一個是在SS跟PS一代的 身上出來的遊戲 另外一個呢,是在PS2身上出來的 那這一次呢,在這邊是有做一個 強化移植 裡面呢,其實會有非常多的語音部分 至於我們的主角呢 語音就是由金城武來配音啊 而且在很多個畫面跟角度之下呢 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我們的主人翁是金城武的臉龐喔 那現在裡面其實他還是有非常多那種 解謎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整個在玩呢,就有很多道具 可能會藏在牆上或者是藏在某一些 比較不會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呢,這些道具我們都需要去把它拿到 除了在暢快的砍殺敵人 還要多注意的就是 有很多需要解謎的元素喔 會隱藏在這款遊戲裡面 喔!像這邊呢,又要來破花瓶 裡面拿到了一個 最妙之書第一卷 是最妙吧 然後呢,再來會拿到這個 這個指電、火焰這種東西喔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他在某一些大門呢 好像是可以拿來做解鎖的動作 這個解謎的寶箱喔 算是,呵呵 蠻需要動點腦筋 因為羅卡在這邊呢,稍微看了一下 他的最旁邊 四個角落有寫上需要指定棒上的數字 所以呢,我們需要用三部來完成這個解謎的狀態 如果失敗了,重來一次就好 不過裡面這個道具啦 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之後在 某一個場景喔 是需要用這個神梯下去的 所以呢,一定要把它給拿到這個道具 才有辦法過關 接下來這個謎題的部分喔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解謎的難度了 因為裡面好像要拿四本書 每一本書呢,會有幾句話 搭配這個很像 亂碼的東西 那整個要解下來呢 就需要花上非常多的時間吧 或者是四本書收集完之後呢 是可以比較輕鬆一點的 來做解謎的動作 也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呢 就是打這隻比較大隻的 這個是不是算小boss啊 那其實在打他的話 如果是用我們的武器 屬性武器上的那些 功能來打他 算是還蠻快的 就會打得比較輕鬆一點 好啦,那今天呢 把鬼屋者就先玩到這邊啦 好,現在呢 終於把精神武玩完了 啊不是 現在呢,終於玩了一下這個鬼屋者的部分喔 其實這一款遊戲啊 在剛開始羅卡看到畫面的時候 心裡面呢 第一個浮現的很像的遊戲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給大家三秒鐘的時間 3 2 1 就是惡靈古堡 因為呢他是那種第三人稱的 有一點解謎 然後呢 又是動作冒險的元素在裡面喔 非常有惡靈古堡的那種感覺啦 再加上呢 他是卡普空的遊戲 哇,那更有感覺了 實際上呢 羅卡在進到鬼屋者這款遊戲啊 他剛開始的劇情 算是還蠻長的 不管是動畫喔 還是一些音效的部分 就是那些人物在對話的部分 其實光是他的劇情 在初期是還蠻隆長的 羅卡呢最後是沒有看完 把他給點掉了 剛開始的動畫應該是有講到 知田信長打贏的一個聖仗 然後結果知田信長被擊斃了 擊斃之後應該就被魔化了 魔化之後呢 就有這個敵人的出現 剛進到遊戲裡面呢 當我們開始控制這角色的時候啊 羅卡在揮出第一刀的時候 哇,這個真的是有驚艷到 原本這個畫面喔 早就已經有很多人說 這一版重製之後 他的畫面會比較漂亮一點 羅卡呢基本上是 對於畫面跟遊戲性 是覺得需要取得平衡的 有時候呢 畫面很好 但是遊戲性的功能 普通的話 就會覺得說 嗯...其實這款遊戲還好 但是有些畫面很普通 遊戲性非常好的 這個時候呢就會有一點 平衡的感覺啦 所以呢就可以 蠻接受這樣的遊戲 那羅卡呢在揮出第一刀的時候 真的有點驚艷 因為他那個動作 比二零古堡順多了 他整個在揮刀的方式 簡直有三國無雙的感覺 揮刀非常的快 而且打下去呢 比較有一點快感 雖然敵人是沒有那種 血條的劑量表吧 羅卡記得是沒有血條的劑量表 可是呢我們在打敵人的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是用出我們刀子的那個 電的屬性 還是用出我們火焰的屬性喔 揮的那個感覺 都是還不錯的 再加上呢其實他在很多人物角色對話的時候 都會有語音出現 據說也是有重新配音過的 玩起來呢整個會比較有那種 角色在講話的那種 情境的那種帶入感 整個感覺啦 會覺得說 好像整個人被拉進到遊戲裡面的世界一樣 那種講話情緒那種高亢的感覺 其實呢可以很影響我們在讀這段劇情的那種情緒 其實從這個講話的氛圍當中呢 就可以很容易讓我們去更深刻的體驗 配音音效 遊戲音樂 再加上呢我們本身在玩的那種動作激情出來之後 分泌的那種腎上腺素喔 融合在一起呢 就可以讓我們對這款遊戲有更好的印象 整個遊戲當中呢其實有蠻多需要解謎的部分啦 其中有一個是一段文字 那個文字呢看起來就像亂碼一樣 羅卡有特別上網去找了這個解碼的部分 有人說玩日文版的會比玩中文版的來的好一點 有一些謎題可能會需要用日文版的會比較好解一點 不過呢現在其實網路神通廣大 用中文版呢體驗劇情之後 如果真的有卡關的部分應該上網Google一下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給解開了才對 最後呢其實這款鬼武者喔它是有中文版的 所以呢讓我們在遊戲裡面啊 可以很輕易的去讀懂劇情 算是非常不錯蠻推薦的 如果真的喜歡玩鬼武者的 或者是喜歡金城武的這款遊戲呢 都還蠻推薦給大家入手來去玩玩看 感謝大家移植到Switch上來 才有辦法讓羅卡呢 在現在有辦法去體驗到 之前這麼厲害這麼棒的一款遊戲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